接著就是要教台灣的地形 我說課很沒內容的那個 我會多講一些 台灣會在板塊聚合 強烈的擠壓作用 有造身運動同時的 使台灣島正在上升之中 每年大概上升5公里 這個叫做 內營力作用 使台灣島上升 但是我們還有外營力作用 風化輕 使台灣高溫多雨 潮濕 所以外營力作用也很強烈 外營力作用會使地球越來越平 一個使我越來越凸 一個使我越來越平 這兩個合起來 就造成了台灣的種種地形的變化 就是我們有強烈的內營力作用 也沒有強烈的外營力作用 兩個作用造成了台灣種種地形上的景觀 好 第一個呢就是延遲分布 來這個是我的頭影片 是彩色的 你講義是黑白的 所以請你回去看課本 你回去看課本 課本才是彩色的 看一般黑白的 你根本看不出來什麼跟什麼跟什麼 你要回去看課本才會知道 那我有幾個重點都標好了 來最上面金融馬子什麼岩 花崗岩 下面的左邊洪湖什麼岩 玄武岩 右手邊各手邊 來與綠島加上我們那個大屯火山區什麼岩 安山岩 然後呢 你看到會發現 這個中央山脈這一塊 幾乎都是變質岩 這個都是變質岩 然後它的西邊就屬於什麼岩 沉積岩 西邊屬於沉積岩 中央它們這一大塊 這一大塊幾乎都是什麼岩 幾乎都是變質岩 OK嗎 所以就大致上了解一下 回去看個圖帶了解上 這邊這一塊是變質岩 那邊那一塊是沉積岩 然後幾個重點花崗岩、玄武岩跟安山岩 你把它記的就可以了 這就是台灣岩石的分布圖 請回去看課本 課本的圖才是彩色的 它看了算什麼鬼跟什麼鬼 講義上那是怎麼看不出來 都一丟灰灰的 什麼都沒有 OK 回去看課本 然後呢就是 我們的河流流過來 出山谷的地方會形成沖積山 然後呢到平原地方 就有所謂的沖積平原 出海口會形成三角洲 這理論上一筆課本 結果呢 我們有個嘉南平原跟它有關係 有個沖積加南平原跟它有關係 還有跟別的文道跟你說 OK 就是沖積平原 最後我們就有一個神奇的嘉南平原 我們嘉南平原怎麼來的 兩個方法來的 第一個是剛剛講的沖積平原 因為台灣的河流其實比較短處寬急 衝擊的平原也不會太大 但是我還有地殼怎樣 海深會把陸地給露出來 所以我們的嘉南平原是兩個作用造成的 一個是外營利的沉積作用 一個是內營利的地殼 海深 循著我們一個廣大的嘉南平原 就是我們告訴你的這個理論上地理較弱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特殊的學測考過 歷史三角洲 理論上到了三角洲 大概是一些細沙子 細細的 結果我們卻有大塊石頭的三角洲 為什麼 因為就是東海岸 我們知道花東縱古 海岸山脈 一出生到海邊對不對 所以一出來就把在山上坡渡斗流數塊 78元能力強帶來顆粒比較大 一出來就怕它就跌下來 所以就形成了歷史三角洲 世界上少見 在我們的東部的海 東部的河流的出來口有歷史三角洲 然後這個是沙灘 就是正常情況的沙灘 然後呢 我們看到海流的沉積物 帶來一些沙子沉積 然後就有所謂的沙灘 這個小巿 好 我剛剛講錯了 我們不是跑過歷史三角洲 我們跑過的是 這個 歷灘 歷灘 這跑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叫跳石海岸 在這裡總要跳來跳去的 才會往前 叫跳石海岸 這海邊怎麼都是大石頭 我們不一樣的 理論上到海岸 都應該是細沙子了 為什麼有大石頭 因為呢 從旁邊的山上 撞下來的石頭 沒有沒有經過流水長期搬運滾模 就堆在海邊 直接在被海浪侵蝕 所形成的這一顆一顆的 大大小小的石頭 叫栗灘 這也是世界上少見的景觀 好 剛剛講過 我前面說錯了 我們考過的不是歷史三角洲 考過的這個 栗灘 就畫了這張 這張譜給你看 然後問你說 它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崩下來的九頭 沒有經過流水長期搬運滾模 就堆在海邊 在受海浪侵蝕所造成的 好 也是世界上少見的海岸地形的景觀 就叫做 栗灘 栗灘 OK 再來就是沿岸 就是我們這野柳 就是那邊的石頭 受到海浪跟海水 還有風的侵蝕的結果 形成種種奇形怪狀的岩石 像這個 栗灘 栗灘 很多啦 也有人看到很多這種石頭 所以也有一個豐富的 地質景觀的地方 地質景觀 OK 栗灘 再來就是火山 因為台灣會在反賣這一代 所以就是火山一代 就是地震代 所以台灣有粉火山 所以就有噴氣口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蛙溝啊 溫泉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怎樣 我大神火山講過了 我們住這裡的人應該都 盼過知道 一些都知道 那麼 這個 我們下學期會再提到 跟它有關 叫做盾撞火山跟 盾撞火山 這一期沒有這個名字的意思講到 有陽明山的沙茂山 沙茂山 沙茂山長的樣子是怎麼樣子呢 沙茂 一坡圓圓圓的 所以它年性比較大 好來沙茂山是大盾火山區 去吹什麼眼 沙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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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坡圓圓的 你記得這個形狀 就想是擠出來之後 不容易流動 表示年性大還是年性小 年性比較大 所以不容易流動 所以平坡 平坡 坡在這裡 所以是年性大 所以年性大不容易流動 形成圓圓圓圓圓的 這叫做年性大 鞍山岩 下學期會變成所謂的沉狀火山 頓狀火山 下學期再說 一坡圓圓的 然後呢 另外一種呢 是年性比較小 比較會流的 因為比較會流 所以流出來就會 往旁邊流 就會變得比較平 就會變得比較平 像澎湖 澎湖什麼岩 懸皮 老師問你說 誰年性大誰年性小 你就看到河湖長這樣 平平的 所以表示年大年性小 年性比較小 容易流動 你就知道了 原來鞍山岩年性大 學武岩年性小 這裡是考你 誰年性大誰年性小 很容易記 長那一坨一一的 就表示 年性比較大 鞍山岩 應該平平的 可是年性比較小 這叫做 玄武岩 你就記得 然後下一個期會變成 沉狀火山跟 頓狀火山 那是下一個期的事情 這就是跟我們說 有關於 我們的地形 一些狀況 OK 有問題嗎 沒有